大家好 欢迎观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GoMarkets经理总经理奥斯林成 日本央行新掌门换件 会是日元走势的转折点吗 日本政府计划在本周二 也就是2月14日 向议会提交 新任日本央行总裁 和两名副总裁的提名人选 日本央行行管换件 可能对货币的政策 经济增长 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该如何交易 和把握潜在的机会呢 日本央行 104年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行长 黑田东燕即将结束任期 他本人也率先发起了 现代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货币刺激计划 这些措施 使日本央行成为日本最大的股票 和政府债券持有者 并使其成为全球最后一个 维持超低利率的主要央行 但在换届期间 市场察觉到日本央行的政策 可能要发生转变 货币市场也在压住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转向 新掌门在货币政策方面是鹰派 还是鸽派人物 能以夺快的速度逐步取消其大规模的刺激 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因为面对全球接近加息委期的央行们 日本央行的动作备受瞩目 而这也将会在全球金融市场上 产生联署反应 前市场最为关注且概率最大的三位候选人 羽工正家 钟真红 山口云 结果日本政府不走寻常路 提名直田河南 因为羽工正家拒绝接替 现任的央行行长 黑田东燕 被市场解读为偏鹰派 当天日元并大涨到了129.8 但昨天荷兰在电视采访中表示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适当的 需要保持宽松的政策 因此日元大概率还会跟涉 美元的反弹周期进行波动 随后日元回吐涨幅 每日货币队上涨反弹至131.4 看是日本央行短期之间 还有按兵不动的可能性 但中期看日本央行 放松YCC只是时间问题 而新任的央行行长决策 只是决定此时的进度快慢 本人主要是几个原因来做出这样的判断 一 从经济和通胀的实际走势来看 看涨日元的预期只是时间问题 2022年12月 日本CPI当月同比和核心CPI当月同比 均为4% 日本通胀已经到了历史高位 且拐点并未出现 2022年以来 日本通胀压力主要来自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服务价格以及工资并没有明显的上涨 换言之 日本当前的通胀是输入性成本推动性通胀 这也增加了国民生活的负担 让日元升值和调整YCC政策 是解决日本通胀的手段 当全球宏观环境是高利率高通胀时 为维持现有的YCC政策 日本央行被迫扩大国债购买规模 截至2023年1月13日 日本央行固定利率购债操作总金额 高达3.2070万亿日元 为历史之最 很显然 这样下去 日本的货币政策 亚历山大将不得不做出调整 其二 日本与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分化 加剧了日元的贬值 去年日元暴跌 对美元汇率一度突破150的心理关口 日本外汇储备 规模也告急 国际信用理论 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定律 汇率稳定 货币政策独立性 也叫利率自主 和资本自由流动 三则不可兼得 日本央行需要在保持汇率和保持利率间做抉择 显然 去年日本选择了后者 但在2022年的9月22月 日本央行时隔24年 首次干预外汇市场 通过卖出美元 买进日元 来阻止日元的贬值 美元对日元汇率突破150关口之时 就是日本央行干预汇时 暴打空头之月 但是日后的日本央行仍旧嘴硬 表示坚定的捍卫YCC政策 而实际上显示出了日元的囧态 接下来日本央行不得不对利率做一些调整 第三点 YCC政策可以说是安倍经济学的产物了 2012年12月26日 安倍晋三成为日本第96代首相 并由此开启了长达数年的安倍时代 安倍经济学 是安倍执政期间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的同称 以积极的货币政策 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经济产业成长战略为三支键 根据岸田雄文政府有益于组装超级宽松的安倍经济学 保持一定距离 市场也觉察到了日本央行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可能会在央行换行长的时间节点上来做出政策调整 之前河南的发言更多的也像在给前任留足面子 不愿在这个时候硬刚罢了 从目前有限央行行长的信息来看都是偏割的那些 日元表现一直在130的上下震荡 本周以来美国的1月份CPI数据也将会对非美货币施加影响力 目前日线图上美元对日元继续处于各短期均线上方 企业运行于布林带通道上方 显见美元对日元的反弹蓄势有所增强 若本周通胀数据强高于预期 料想美元对日元的反弹将测试上方的阻力水平135 而下方的127到128的水平线将构成较强的支撑区域 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不要忘记点赞转发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GoMarket在线交易中